第一个是请问列代祖先的排位 下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单指这一生的列代祖先 和包括生生世世的祖先 这一生当中 过去列代的祖先 这是你知道的 在中国人过去家谱 家谱里面有记载 那么在家谱之前还没有记载 当然还有祖先 这个是列代祖先第一个定义 如果说是自己生生世世 那就太多了 你看现在连外国人 从催眠当中也证实 这一个人有前世 前世可能是在别的国家投胎 别的族群 连信仰宗教也是如此 我们这一生幸福 可能全身信基督教 或者信其他宗教 由此可知 哪个宗教跟我们都有关系 哪一个国家族群 跟我们也都有关系 那在佛法里面讲 不是真一个单一世界 还有他方 一切诸佛插头 那个范围就太大了 那么那个生生世世呢 就是佛家的一切众生 所以佛说 一切众生 皆是自己 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这个范围就大了 戒经里面有讲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深深世世 都有家亲眷属的关系 那么这是说于深深世世 他问的是 第二个说 如果包括深深世世的祖先 那么家中每一个人 是否都应该为 过人的劣带祖先的牌位 那个牌位不晓得怎么立法 所以这个是 讲到过人深深世世 只有佛法里面讲的透支 讲的圆满 所以佛法回向 最后是回向 罚解众生 那就全部都包括了 那么我们通常 这个念佛同修 你像我每天早晚课 做功课的时候 我立的一个牌位 是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尊神 我立这样一个牌位 这就统统包括在其中 变法界 虚空界 这如果仅包括金森的祖先 是否以家中一人 为代表列牌位 借口 这个是可以的 家里面列祖先的时候 我们后一一个人 或者是家里面 兄弟姐妹一起列祖可以